最近VR圈内有两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可以对照的看 第一个就谷歌主动提议与Meta合作全新的Android XR系统 但遭到了Meta拒绝 肯定会有一部分看客 下一次认为谷歌作为Android系统的拥有者 Meta这个拒绝乍一看似乎有点不知几斤几两的意思 然而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件事就是LG在上月底正式官宣与Meta合作 打造下一代XR头显设备 预计将于25年上半年退出 外界普遍认为这将会是传说中的高阶定位的头显Quest Pro 2 有趣的是在LG和Meta正式公告合作的前几天 就有一家韩国媒体报道了这一信息 其中还额外的提到了LG会负责硬件 Meta负责内容生态 而且双方会有一定的技术合作 比如双方有意愿将LG电视的WebOS系统结合进Quest的头显 同时Meta会把自己在AI方面的成果带露到LG产品之中 几天前扎克伯格亲自跑到韩国 有着跟LG探讨如何制造这款高端头显 以及相对应的软件服务和销售策略 一边是没有轻易答应谷歌的Android XR系统合作需求 一边是跟LG联手探索WebOS系统引入Quest头显的可能性 Meta显然在两者之间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余地 尤其是面对谷歌 双方唐胖桌上的筹码交易才刚刚开始 对我这样一个在当年使用WebOS手机系统早于iPhone和Android之前的用户来说 不得不对WebOS系统有望重新迈入主流视野感到惊喜 相信WebOS系统对于很多年轻小朋友来说都是陌生的 感兴趣的你们可以去收收别人做的WebOS专题视频 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视频来简单感受一下 当年在WebOS系统上算是超前的卡片式多任务处理 可以说通过PAM手机整齐的卡片堆叠和在屏幕面板触控区 用手势交互取代按键的展示 WebOS系统在当年着实让世人眼前一亮 因为iPhone要在iOS7、Android要在4.0才能真正的达到 类似于WebOS系统09年就展现的卡片式操作 但是就是这样的系统却两次卖身成了三性加奴 PAM时期的营销策略的失败 让WebOS错过了走向主流手机系统的入场券 之后被迫卖给惠普 又因为惠普硬件研发的落后 始终没有机会真正站上跟iOS和安卓较量的主舞台 可以说PAM和惠普的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 是配不上当时WebOS的表现力的 说的更难听点 当时的惠普就是属于没有金刚壮、强朗、磁器活 收购之后就完全没有意愿加大投入来竞争 因此硬件上研发的颓势在iPad2推出后就向洪水倾械 直接击碎了惠普的信心 最后惠普就指出了一代的Touchpad的平板 就匆匆变卖了WebOS 其实当时WebOS就已经针对同一个应用 让其同时在手机和平板上运行 并在各自的设备端呈现不同的界面布局 可是时间不得人很快移动设备市场 就不需要除iOS和安卓以外的三个系统了 LG电子在13年从惠普手中收购了全部WebOS的原代码 相关文件、工程人才、各种知识产权和用户界面的技术专利 只是从此以后WebOS系统只出现在了LG电视产品中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它就跟彻底消失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Meta和LG有意愿让WebOS系统在投显产品里归来这件事 如果最后成真那确实值得期待一下 至少下线都应该比现在快的系统来的高吧 但是要想程式需要面对两个潜在的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WebOS团队在两次卖身中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流失 不乏核心大佬跑路去了苹果和安卓 再加上这十多年被限制在LG电视里戳脱人生 这方人依然具有当年的锐利设计概念 还是早已经泯然中楼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第二个就是快车系统现在用的是安卓开源 而且所有VR游戏的开发也是基于安卓 WebOS与原油系统需要达到什么程度的融合 以及这种融合实际开发时超的可行性也是个未知数 我真的很怀疑真的有可能在不彻底换掉安卓的情况下 结合进WebOS吗 所以我的期待值是很低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安卓系统的基础上 由WebOS团队来对安卓系统和UIOS做改进 同时把LG电视上包含网飞 迪尼斯加这些影视流媒体服务 直接打包无份引入快车平台 否则真的彻底换成WebOS系统的话 很有可能重蹈单元Windows份的那种失败之路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比如LG和Meta的合作跟雷鹏与Meta联手是同一性质的 双方都会在产品上署名 就成了一个全新的LGMeta快车头显 不跟之前任何的快车系列有关系 同时搭载全新的WebOS头显系统 直接成了另外一个系统 总之一切都还要为之上找吧 八字都还没有一撇 不过至少基于Meta与LGTN的合作关系 我们可以再重新盘一盘Meta与谷歌 在Android XR系统上的分歧 很显然在苹果确认发布Vision Pro之后 谷歌非常心急的想重现自己在手机上做的事 让所有非苹果头显都能用自己的Android XR系统 我们这里说的Android XR系统 并不是Meta Pico现在在Android开源系统上自己的魔改 而是谷歌想专门做一个针对头显的定制系统 但在Meta眼里 你谷歌对于XR行业的贡献 基本上就是不负责任的渣男 先不说砍了多少VR AR的项目 如果你谷歌真的有心 你这个Android XR系统还需要等到今天才做吗 苹果那个Vision OS可早早就布局了 看看ARKit现在的实用性 再看看Android ARCore的摆烂 这压根说明你谷歌没有这心思吗 Meta办公室里有多少人是被谷歌采用之后跑来的 你谷歌心里没点数吗 所以现在的状况等于就是 又教小组研究实习作业了 全程逃课挂课 没有实际参与课程的边缘生过来说 我可以加入你们小组称作业吗 当然也有人会说 Meta你终归到底现在用的是别人的Android系统吗 不好口气这么大的 面对这种分量化 Meta CTO也是给到了Meta这边自己独家视角的回应 正是因为都是Android系统 所以Meta去年就多次询问谷歌 是否可以将谷歌Play商店上架快乐平台 你可能会以为谷歌一直不同意 是因为Play商店在Quest的付费收成没有弹拢 结果Bose提到 假如Play商店上架Quest Meta是愿意让谷歌保持对于2D应用的全部营收 这样的Meta算不算大大的良心合作方呢 但谷歌依然没有同意 反而在传出与三星有合作投险计划之后 把谷歌Play商店登陆快乐平台作为条件之一 来跟Meta谈论合作开发AndroidXR系统 也就是说先答应跟我合作开发新系统 我才给你Play商店 但当Meta意识到自己原先的合作需求 被当成后续的交易筹码时 很显然是会拒绝的 而且别忘了谷歌这个AndroidXR系统 未来某一天肯定是允许其他厂家也能用的 这不就是Meta自己打自己两拳 自动生路吗 所以Meta现在拒绝跟谷歌合作 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现在拒绝也不代表将来没得谈 起码要等你谷歌先做出点成果来嘛 一切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帷幕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想陪着VR成熟到另外一轴圈 如果您的视频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玩家交流社群的频道 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散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